这才能有成就 如果老师是个好老师 学生是个好学生 没有人 勉强不得了 第一段事情 苦欲不可求啊 实在不容易 学生想找一个好老师 好老师想找一个 能传自己道义的学生 更难 到哪去找 那么这就是 佛法里面常讲的缘缘分了 没有缘分 往往这个善知识 往生之后啊 他就失传了 没人传他的 这个事情 自古以来 很多很多 那这个怎么办呢 在从前 著书 我没有 学生 传我的伐了 我著书 历书 希望用书本 传下去 传个后来的 有缘人 后来有缘的人 读到他的 这个这个 这个著作 开悟了 甚至于正过了 用这个方法 在儒家 孟子 传孔子的法 就是这个方法 就会 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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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